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仁 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小裙子呢 是来自小花园家的小夜群 我是在它开预售之后的第二天买的 所以是那时候是有一个优惠的 是88块钱买到的 然后在拿到手之前的话 其实卖家它其实拖延发货了 大概迟了10天吧 所以我也搁了好久 我好像是上周跟大家说我要做这个开箱了 然后就一直没有做 今天才拿到裙子 所以给大家做这个视频 那么下面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小裙子吧 然后因为我最近好像广东它因为一夜入冬了嘛 所以我的声音可能有点有点奇怪 如果大家听不太清楚的话 我会打字幕 就后期的时候会加一下字幕 大家主要看一下字幕的一个细节的解说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裙子拆开了 首先是我预定的一条内搭那时候也是第一批的 不过价格也忘了 到时候打在那个字幕那里吧 来一起看一下 先看这个内搭 它这个内搭是一个小丽领的一个设计 下面是有三颗扣子的 现在从它的脸子开始看吧 嗯 这是它的脸子 它的布料是属于那种比较柔软 但是比较把轻薄的材料 所以冬天穿的话肯定仍会冷 适合在秋天的时候穿 这是它的扣子 还有一些小细 有一些小肘子 胸前这边呢 是风琴肘 觉得配GSK会很好看 这个胸前的设计 这个就是袖子了 这个就是袖子了 袖子跟胸前的扣子是一样的 好 整体来说的话 它这个线还是比较整齐的 也没有什么线头 嗯 嗯 这是它一家的小牌子 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小裙子吧 我买的是小H的蓝格款 这个跟他们的纯色款用的布料不太一样 纯色款好像用的是那种 熔面的布料看起来比较厚实 但是格子款的话好像就 呃比较轻薄适合春秋的收场 首先是一条蓝色的腰带 这个跟之前开箱的那一个 英文OK的腰带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一次做的比较好的 好像它稍微有 稍微有处理一下这个烤饼 就是这个腰带的边边 它稍微有弄一下 所以不像上一次一拿出来 它就是 有点抽丝 好整体是这样子 呃跟上面 跟之前开箱的那一条英文OK 其实是一样的腰带 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不 不看了 可以看一下材料 是这一种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放在腰间的一个蝴蝶结 黑蓝色的 我觉得这个色调总体来说 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蝴蝶结上面呢 还有这个 呃小 就是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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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的痕迹吧 但是没有什么大影响 折掉就可以了 也不算特别多 但是蝴蝶结这里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你看 这两边有点不对称 然后这里 这个布料这里有折痕 比较明显 整体的话 蝴蝶结整体就是这样子 稍微微 我感觉是有点不对称 嗯 可能后期自己处理一下 会好看一点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下面一起来看一下蝴蝶吧 首先是它的小牌子 这个是胸前的蝴蝶 可能 视频里面那个色调 看起来 看起来稍微亮一点 然后 它本身的颜色的话 是更加 暖一点 就是也比较好带的一点 黄色嘛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很有 很适合秋天的时候穿 这是胸前的那个 两条 折子 我觉得它打的还是可以的 比较平整 跟他们家那个圆舞曲的设计 那条裙子的设计上 嗯 差不多吧 我觉得 版型来 版型上来说 然后这边是 小花边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分别 看起来 嗯 这边也是同样的 小花边在这里 这是后面的设计 放量还可以 我觉得它 本身这个 腰围 算是比较大的 我 目彻等于 算是比较大的 可能 前面还可以 比较厚的意思 我觉得 可以 然后这个是 拉练 拉练 拉练的话 是拉到 嗯 高 高 小高下面 多一点 不再是裙子的 3分子 1 400 嗯 拉练还是挺流畅的 但是它这个拉练的扣子 可能会有点明显 可是这一种 比较明显的 我感觉这个 这种拉练一般 一般小型子 不用这一个 拉练是那种 一般是比较细的 有点水滴重的那种 有点水滴重的那种 真的 其他的话 我们 接下来看一下 他的 啊 传说真的 千开金 就是它前摆 就是正面 正面 它的 这一个 全摆树 它是有 一共是 这里是堆了 1 2 3 三层一共 然后 在开金的里面 还是先 线一层 这个 纱布 一般 这种 油料一般是 做到那种面称的 然后来这 接着又 像 加一层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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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下面也是一样的 现在看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线 感觉 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 就是 肩带 基本上也 也是没有线 头的 我觉得这个裙子 在线头方面做的 可以说是非常 好 特别的 很感激 有些 耳朵 上面 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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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一层 看一下裙子 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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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小细子 当然 可以 里面 那个线也 走线 走线 对 在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些小线头 很线 嗯 我觉得简单 外面我来看的话 还是很紧张的 基本上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裙子 内部 这是裙子裙子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下摆 跟 这是腰 腰处 腰 线跟下摆的缝合 走线 看一下 这裙子是没有内衬的 所以 它会比较单薄吧 感觉 会比较单薄 如果要穿的话 冬天还是 穿不了 只有秋天的时候穿 嗯 整体还说 我觉得 嗯 一件88块钱的裙子 做成 做到这种 已经相当不错了 比我上一条开箱的 那一个 惡灵古堡也好很多 因为 惡灵古堡的话 质量问题实在太严重了 好的 如果 我觉得 如果 为什么要买的话 还是挺推荐的 因为这一个裙子 我觉得还是挺直的 虽然它比较薄吧 虽然它比较薄吧 你说夏天的时候 或者 嗯 春秋吧 穿都是可以的 里面那一层穿长袖的 就 应该还可以 然后穿的裙子 也是 不会 不会冷的 我觉得 那么 现在就不配合 大家看一下上升效果 但 没有 没有 我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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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没有 繋ぎ合えるから 一人きりで迷わないで どんな日もこの手を離さないから 君にあげたいものがあるんだ 凍える夜にはいつも もう何も心配などせず 眠れる毛布を 忘られぬこと 耐えきれぬこと すべがないこと 奪われること でも気づくこと 君がいること 守りたいものが強くさせること 自分の色を誇れるように 自由に色を出せばいい ぼやけてみた この世界を この手が彩り彩ってゆくんだ 認めてくれる人がいなくても 様になる方が聞かなくても 僕らの小さな手は明日きっと 誰かを笑顔に生きるから 僕らの手には何もないけど 俺らが見るけど その時は何があるのか 面白いものがあるのか 私も見ることを聞くことが 伝えないことがあるので でも歩くことができる その時の歩くことができる